从前年开始呢 给花友们救活了好几个白锦龟贝了 又来一个白锦龟贝 看看这个臭宝怎么养的 然后呢 这个是免费的一个寄养活动啊 花友们 你们刷到这个视频的话呢 都可以给老花一去寄养 这个是不收费的 但是快递费啊 来回的快递费要自己出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养死了不赔啊 玩得起来就玩 好吧 好了 看看这个花友的这个描情如何 哎呦喂 水大吗 花友啊 这个不是个白锦啊 感觉 你这是买了个撒金龟贝啊 你上当了吗 兔宝 我先问一下啊 像这种小苗苗 可能是花友买来练手的 但是是水大哈 我怎么判断出来了 你看这里发黑 看到了吗 这个发黑 这个叶子这里也发黑 水大缺光 然后这边这个还有点像晒伤 你是不是后来又晒了呀 先打开 这个不算是白锦龟贝 花友你花多少钱买的 你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在视频里边 像这种小苗的话 正常的话要是四五十块钱 就是算比较贵的 超过四五十块钱买的话 就花友 能买的有点贵了哟 撕肥干嘛呀 粗宝 没什么很大的问题啊 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 这位花友我把这两个小叶子给它剪掉了 就留着拌哪叶子了 这个土也没问题的 也是进口的泥碳 标准也很高 就是不要用肥料了 这位花友 暂时先不用肥 这个土就暂时不用了 这个土不是不好 这里面有肥料 它现在比较虚弱 不适合用肥 中医有一句话嘛 叫虚不受补 对吧 虚不受补嘛 盆也没毛病 盆也挺好的 土也没毛病 就是你养护有点小毛病而已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对新手比较友好的养殖方法 这个方法适合新手 就是用这种你看到了吗 纯着树皮 为什么用这个东西呢 这样就不怕你浇的水多 它也不存在透气性不好 它对新手特别友好 尤其是咱们养一些个 你比方说兰花类的石壶类的更好用 你如果说嫌泥蛋多保水性太好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如果说你拖是求其次的话 你可以用纯珍珠盐 看到了 这个里边没有了 就用纯的珍珠盐也可以的 就画我们盖它这个点就行了 花盆没有毛病 没有问题 这个根我也不动它了 不要了这个根 让它重新长吧 继续用老花仪的一个通用配方图 这个呢 我在原有的技术上 稍微加了一点点的树皮给它 埋的时候不要埋的太深了 咱们种完之后呢 还是要浇水的 如果说大家在养花的时候日常啊 我真的是特别推荐你们买一个小黄一号二号 你要综合预防一下病重害 你会省很多心 这个就小黄二号 这个东西好在哪呢 你可以一个是撒在土里 你像这样 往土里面撒一点 它可以预防90%的病害 你像这种烂根啊 你比方说浇的水大 在那里 它都可以预防 它就类似于人吃的一些个板烂根 抗生素这些防止 明白了吧 它现在这个臭板呢 已经有这种 出现了一种病害呢 咱们就可以加到水里面可以浇 也可以对水去喷 对水去喷对吧 再给它来一丢丢的生根液啊 最近老是下雨啊 搅拌均匀 浇水 之后呢 光照是可以给的 这是花油啊 你别强光暴晒就好了啊 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用草土种的 没必要浇特别多的水 微微潮就行了 剩下的药液 你们可以去喷别的花 或者浇别的花都可以 好了 这个呢 我们就给它放到我们这些花中间了 这个不影响 不要强光的暴晒 就扔这 希望这会花有的花早日康复 别话说 你怎么给它扔这 你不是以前有一个片区吗 那个片区在这 这个又扛不住暴晒 给它扔那也行 那就给它扔在这了 用这个蓝莓给它稍微挡挡光 他不喜欢强光的暴晒 给这位花友做的这个三角莓的 造型的这玩意 挺像个挺像个那个移木成林的感觉 是吧 这几位花友的花呀 这个花友的花 嘎了 还从云南再寄回来也嘎了 这个米兰都长起来了 这个花友的这个柱顶红怎么没长起来 这是谁给他弄的 我长根了 已经长根了 这是6月9号的柱顶红啊 这个怎么不发根呢 这个不要给他们暴晒了 放到阴凉的地方 没长叶子之前先不暴晒 猪顶红奇了怪 他夏季高温的时候不长 秋天的时候长得凶 估计这两天天凉了应该就行了 你扔这儿吧 别动他了 天凉就会好很多 好了 想要寄养的臭宝呢 就联系我们后台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想要看更多的养花 都可以关注老花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帅气 白了臭宝 嗨 嘿嘿 嘿嘿